嘿,大家好,我是KKTrader 今天9月22号,2021年星期三 今天继续昨天没有完的 在111月,今天继续讲 111月开始,好吧 再把前面做一下 做一下这个复习 如果市场的尾巴上涨 在尾巴的底部附近做空 一旦做空,在尾巴的一半处 下一个止损单 在尾巴的一半处下一个止损单 如果市场的尾巴上涨 赶快跑 不要等到整条尾巴撬上来 利用均线和通道建立利润目标 在任何时间周期内 你都可以和尾巴反向交易 日线图最普通 但是你也可以在日内做交易 或者利用周线图交易 时间周期不同 波动的幅度也不同 周线图上的尾巴 比五分钟图上的尾巴 产生的波动要大很多 支撑压力和假突破 当大多数交易者和投资者买卖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交易满怀信心 他们的情绪会推动市场趋势 或让市场反转 市场在一个价格水平的交易时间越长 买卖的人就越多 假设一只股票从80跌下来 在70附近交易了几周 直到很多人认为 他已经找到了支撑 已经到了底了 如果有很重的卖单出现 把价格推到了60会怎么样 聪明的多头会很快逃跑 在68、69平仓 其他人则坐等忍受痛苦下跌 如果苏家在60左右还不放弃 继续忍受病 忍到市场又涨到70 他们的痛苦会催促他们赶快卖掉 还好没亏 他们的卖单会造成一个下跌 至少是暂时的 他们的痛苦的记忆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后悔也是支撑和压力后面的心理因素 如果一只股票在80交易过了一会儿涨到了95 在80左右的没有买的人感觉错过了火车 如果股票再次跌到80 曾经后悔的交易者会全力买入 支撑和压力的存在 时间可以长达数月数年 因为投资者的记忆太长久了 当价格回到过去的水平时 一些人立刻抓住机会加长 而同时一些人认为是出场的机会 无论何时你研究图表的时候 利用近期的顶部和底部 划支撑线和压力线 你期望趋势在那些区域减慢 利用它们建仓或兑现利润 记住支撑和压力是变化的 它们就像是牧场的铁丝网 而不像玻璃墙 玻璃墙很硬 一破就碎 但是一群牛可以冲击铁丝网 嘴鼻顶过了铁丝网 铁丝网会倾斜蛋不会倒 市场在支撑之下压力之上 都有很多假突破 短期的震荡后 价格会回到原来的范围 当市场上上涨突破压力区 此时形成上涨的假突破 不是反转而是下跌 当价格跌破支撑趋时 会发生下跌的假突破 在反弹前吸引更多的空投进场 假突破 给专专业人士提供了最好的交易机会 假突破和尾巴相似 仅仅不同的是 尾巴很长 假 然后 然而假突破可以有几条竹线 它们都不是很长 什么引起的假突破 你应该如何面对假突破 在漫长的上涨以后 市场碰到了压力区 停下来休息 专专业人士知道压力区之上 有很多买单 一些交易者希望 在新的突破时买入 还有一些做空的人 则在此下了止损单 专业人士是第一个知道 谁下了止损单 因为他们自己也下了单 假突破的发生 是因为专业人士 要组织一场对止损的猎杀活动 比如 当一只股票 在压力点60下面一点点 厂内交易者可能在58.85晚仓了 当卖家搜索时 市场标过60 碰动了空头的止损单 厂内交易者开始 卖给这些止损单 引起的抢暴 厂内交易者 在60.5平仓了 当他们发现大众的买单没了 他们又做空 价格又跌到60以下 这就形成了你图表上的假突破 标普五百 不止期货上人的假突破 臭名昭著 日浮一日 市场涨的 比前一天高几点 几点是交易所规定的最小变动单位 或跌的比前一天低几个几点 这也是标过股 不止期货很难交易的原因 但是还是吸引了像昌人一样的新手 厂内有一帮人 专门负责教训新手 假突破以后 会出现一些最好的交易机会 当上涨的假突破以后 价格下跌 你有足够的信心做空 把假突破的最高点 作为止损点 当下跌的假突破以后 价格上涨 你有足够的信心做多 把假突破的最低点 作为止损点 支撑压力和假突破 这个就是格格图形 这个就是假突破 以为这个 冲过了这个高点 实际是假突破 然后打下来 这个是假突破 9月 信安纳通讯公司的股票 达到140点以下的最高点 然后在10月攻击这个水平 涨到了150 几天后又跌到最高点以下 有些可怜的家伙真的在150以上买了 他们太喜欢这只股票了 这个上涨的假突破标志着上涨的结束 在12月下跌到65附近 形成了一个底部 但是在1月 一些绝望的卖家 很快把价格推到了60 左右 在图的左边 价格又涨到了过去的底部 在图上 空头陷阱起作用了 一个月的时间反弹了50% 如果用技术指标 这样的信号是很容易发现的 我们后边会躺着的 如果你持有仓位 可以利用减少仓位 和加大子孙点的办法来保护资金 如果被子孙出场 要做好准备再次进场 只使用的账户的小部分资金去冒险 是有很多好处的 它让你在止损点的设置上 很灵活 如果市场波动厉害 可以考虑 为多头仓位买看跌期权 或为空头仓位买看跌期权 最后 如果你被假突破止损出场 不要害羞 继续买入原来的仓位 新手的仓位被袭击后 总是观望 相反 专业人士如果确认交易 是他们喜欢的 他们会多次尝试进场 松顶和松顶 当市场上涨时多头赚钱 总是有少数人在上涨时兑现利润 但是新的多头进场造成继续上涨 每次上涨到了一个新高点 就会有很多多头说 看起来不错 也许可以变得更好 但是我要现金 当很多富有的多头兑现利润时 市场就到头了 新的多头的钱 无法支撑这个价位 当市场从最高点下跌时 提前空仓的多头 是最轻松的 其他继续持有多头仓位的多头 尤其是最后进场的 感觉是掉入了陷阱 利润没了 出现亏损 他们是应该持有 还是应该卖 如果持币的多头发现市场超低 他们会进场买入 当市场上涨时 更多的多头进场 此时市场达到过去的高点 你可以希望卖单出现 以袭击市场 之前被套的很多交易者发誓 只要还有机会 一定要出场 当市场达到过去的最高点 主要问题是 它是否会创新高 或做双点 然后下跌 技术指标 可以帮助回答这样的问题 当他们达到新高 他们会告诉你 持有 当他们形成看跌 背离 请看 叉叉面指标 一个弹夹五颗子弹 他们叫你在第二个点部 兑现利润 在这儿兑现利润 就像一个弹侠 五个弹夹 一二三四五 弹夹 这是弹夹 还是这是弹夹 双头和双底成交量 高威高尔夫公司 代码ELY的股票 在三月达到27.18的高点 位置A 然后在附近挣扎 四月达到26.95 位置为B 从B回落后的几天 双顶就很清晰了 很多指标 在当时根中 到了看跌背离 A和B 对 这就是背离了 到这儿跌了 AB 这是双顶 背离 六月股票 崩跌 原因是公司 年老的创立者 也是著名的 大贝尔 塔球杆的 发明人 生病去世了 在典型的恐慌情绪中 大众平仓 他们也不想想 一个人的去世 是否会毁了一个著名的公司 这样的下跌害了他们自己 因为下跌的股票 引发更多的人 因恐惧而卖出 注意那个大成交量 反映了大众的恐慌 低点C 看起来像袋鼠尾巴 虽然不是经典模式 价格在地点 反弹到了时期 这叫死猫反弹 不会有大的上涨 只是下跌时的反弹 在图的右边 高尔高夫 高尔夫跌到了底部 成交量很低 如果他在这个选平反弹 会建立一个双底 只是典型的模式 风跌 紧跟着一个死猫反弹 然后 慢跌到第二个底部 一旦价格从 第二个第一点反弹 他们很可能会引起 稳定的上涨 在这样的市场底部 会发生 镜像原理 市场串心低时 聪明的空头 会回补 空头称略 造成市场反弹 一旦反弹结束 市场继续下跌 所有的眼睛都会看到之前的低点 会守住他们 如果空头很强 多头担惊受怕 价格会跌过一个低点 下跌会继续 如果空头很弱 多头很强 下跌会在第一个低点附近停下来 形成双底 技术指标会帮助分析那些情况可能会发生 三角形 三角形是暂时的成交密集区 赢家兑现理论 新的趋势跟踪者上车 然而他们的对手则逆势交易 就像是火车站 火车停靠 乘客下车 新乘客上车 但是也很有可能这是最后一站 市场可能翻转 三角形的上边表明卖家的力量 比买家强 阻止了市场上涨 下边表明买家比卖家强 阻止了市场下跌 双方聚集时 你知道突破会发生 通常原则下 趋势超过三角形 则不必担心 三角形的角度 反映了多头和空头的力量 平衡 暗示了突破的方向 上涨的三角形 他们的上边是水平的 还有一个上涨的下边 水平上边表明空头 已经划了一条线 会拼命慢 他们也许很强大 安静地等待价格达到卖点 同时买家也很积极 他们积极抢购 把市场的底部抬高 上涨的下边 这个是上涨的 这是上涨的图形 三角形 这是下跌的三角形 三角形 齐形和巨形 这个是三角形 齐形 巨形 齐形 三角形 巨形 图形 是多头和空头的足迹 模式A和D 叫齐形 A和D 齐形 紧紧 排列在一起的价格上涨 或下跌 形成齐形 齐杆 当一个齐形 沿着 趋势A的方向 飘扬时 通常 后面 就会发生 强烈的反转 当一个齐形 形密着 趋势D的方向 飘扬时 它是坚固的模型 趋势通常 会继续 相应的下单 在一个齐形的上面 或下面 边缘处下单 模式B 是对称三角形 模式C 是上涨三角形 B 对称的 C 是上涨三角形 这齐形 齐形 三角形 上涨三角形 对称三角形 上涨三角形 上涨 对称三角形 模式三角形 上涨三角形 三角形的突破 一般会跟随之前的趋势 尤其是三角形 排列紧密 只有几条日线 是模式 意识巨型 注意多头 和空头 是如何向巨型 边缘推动的 制造了短 长的 假突破 不要抢先跳入 当价格决定 跳出巨型时 反转 就完成了 这是巨型 当突破之后 反转就形成了 反转形成了 反转完成了 在图的右边 价格在巨型以下 巨型成为一个压力 价格就像是浮冰下 即将奸死的人 趋势是下跌 反弹 提供了做空的机会 你想读哪边 没有人知道谁会赢 但是 聪明的交易者 趋势在上涨的三角形上边 一点点卖入 因为卖家出于被动地位 如果多头的攻击 顺利突破 就是急剧上涨的 这就是在上涨三角形的上边 突破出买入的原因 下跌三角形 有一条水平的下边 还有一条下跌的边 水平的下边表明多头很坚定 冷静地 在这个水平等待买入的机会 同时 卖家也很接近 他能在越来越低的水平 卖出 把价格 推到买家挂线的地方 作为交易者 你会赌多头盈 还是赌空头盈 有经验的交易者 趋势在下跌三角形下水平线 下面一点点做空 让买家去防守这条线 但是 如果多头在防守时崩溃 突破是很厉害的 这是在下跌三角形下方 突破的地方 做空的原因 对称三角形 表明多头和空头都很有自信 多头愿意出钱做多 空头继续做空 双方都不后退 他们必须在三角形 达到一个角的地方 绝出审负 突破倾向 发生在比三角形强的局势方向 成交量 每单位的成交量都代表了两个人的行为 一个买家 一个买家和一个卖家 可以用多种数字来计算 股票数量 合约数量 或者是换手的金额 成交量 一般在价格下边 用柱状图表示 他提供了多头和空头 在行动方面的重要线索 上涨的成交量 一般会确认趋势 下跌的成交量 则带来了问题 成交量 反映了市场参与 参与者的痛苦水平 每笔交易的每个 几点变化 都有一个人的赢 领一个人的书 如果有足够的新的书家 经常提供利润 给书 给赢家 市场才会波动 如果市场在跌 多头需要巨大的勇气 或巨大的初心 经常买入 如果没有买家 就没有成交量的增加 当市场上涨时 空头需要巨大的勇气 或巨大的初心 经常做空 上涨的交易成交量 表明书家 再继续进场 让趋势继续 当书家放弃市场时 成交量下跌 趋势 失去动力 成交量 给了交易者 几个有用的线索 如果某天 成交量非常大 而且 同时市场突破了 一个横盘 这表明新的趋势开始了 如果成交量的放大 发生在很大的波动中 一般表明趋势 快要到头了 如果成交量的放大 发生在很大的波动中 一般表明趋势 快到头了 这就是我刚才做 股票分析的时候 说在剧烈的波动 剧烈的上涨的时候 就是要出货的时候 继续 超大的成交量 大小为平均值到 2倍或3倍 这就确认市场疯狂了 这时紧张的多头 认为上涨的趋势是真的 抢着去买 或者是紧张的空头 认为市场没有底 抢着去做空 价格和成交量的背离 一般发生在转折点 当价格涨到新高 而成交量萎缩 这表明成交量 无法吸引别人 当价格跌到新低 而成交量萎缩 这表明更低的价格 无法吸引别人 可能要上涨 价格比成交量重要性大很多 但优秀的交易者 总是分析成交量 来判断大众的介入程度 对成交量 更客观的使用 是利用力量指数 利用力量指数 发现了成交量 变化给交易者 传递了重要信息 1月22月 今天就说到这里好吧 下一次再讲 indicator 5 bullets to a clip 1个蛋加5个子蛋 下次再讲这个 好嘞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你觉得好的话呢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请给我个点赞呗 好的 点赞订阅 分享 评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 海湾那是一个名 拜拜